我们继续看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讲到动态语 Dynamic Semantics 动态语译的话我们有三种 去说明动态语译的方法 先讲的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Operational Semantics 把你的原来的Source Code 翻译成比较low level的Code 用low level的Code去说明你的Source Code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前面所讲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种 第二种叫做Apsemantic Semantics 这也是在说明动态语语的 不过它的说明的方法是用正规逻辑的方法 这其实是一种证明的方法 去证明说你的语意 就如你所说的那样 它可以正确的执行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是Based on Formal Logic 所以它是一个正规逻辑的一种方法 那这种正规逻辑的方法又叫做什么 Formal Program Verification 正规程式验证 你要说我的程式绝对可以按照你所想的 执行出那个结果出来 而且绝对不会有bug 那这个正规的程式验证就是希望能做到这件事情 它能够自动的去 不管有没有自动 就是可以去证明你写的程式不会有bug 你们能够证明这件事吗 你能够保证这件事情吗 也许我们写的程式说短短的执行 应该可以证明吧 待会我们就会有例子给大家看 怎么去证明你的程式 就如你所说的 它可以执行出正确的提议出来 而且不会有bug 这个小节就是想教大家怎么去证明这件事情 好 好 那这个 这种证明 这个logic 这里面它用到的证明的那种logical expression 就是它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描述的句子 这些句子呢 其实叫做 它有个名字叫assertion assertion就是你的一些 证明的一些 一些句子 你要去证明这些句子是正确的 你说明 你保证说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透过一些证明的方法 来去说明这件事情 好 assertion是呢 我们又可以分成 主要分成两个 一个是precondition precondition pre就是前面的意思 precondition就是前面的条件 那有precondition 那另外也有一个叫做post condition 就是post就是后面的意思 所以post condition就是后面的条件 好 所以precondition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这个assertion 它是一个assertion 它是一个 就是你的证言 就是你证明的语言 你的证言说 我说它是摆在这个program statement之前 它用来描述说 在我这段程式执行之前的条件是什么 它的环境是什么 我先告诉你 然后呢 post condition呢 是放在这个程式执行完之后的后面 也就是说我执行完这个程式之后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就是post condition 是在执行完这个程式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另外有一个术语叫做 weakest的precondition weakest的就是最弱的 最弱的precondition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能不能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弱的precondition 然后它可以确保 你的post condition会成立 通常我们就写成这样子 precondition就写一个p 然后这中间这个statement就是你的程式码 q就是你的post condition 所以就刚才的定义来说明的话 就是precondition就是你在你程式码执行之前 你的环境的那些参数的设定 还有目前的那些现况是怎样 precondition这边就会定义好 从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执行这个statement 就是执行你的程式码 那statement可能是一行程式码 两行程式码 或者是很多的程式码 不一定的 执行完这一段程式码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q 就是说你执行完这段程式码之后 你原来的环境的设定是这样子 执行完程式码之后呢 会得到q 你的环境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你在执行这一程式之后 一定会有些东西会改变 就是有些东西会改变 那这个q就是 执行完之后 得到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precondition 和postcondition 好 举例来说 比如说有一段程式码 是a等于b加1 然后我们在后面放一个 它的postcondition 就是a会大于1 好 请问 怎么样的precondition 好 这个前面呢 在执行a等于b加1之前 它的precondition应该是什么 所以在执行完这个程式码之后 会得到a大于1 我们先看 先看 因为这个其实条件有无限多个 你的precondition可以有非常多个 在这个例子里面 比如说b大于10 可不可以 b大于10的话 如果说我在执行这段程式码之前 b是大于10的 那你执行完这个程式码之后呢 a会变多少 11 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有 好 那就是可以嘛 b大于10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precondition 那b大于20呢 也可以吧 b大于30 也都可以 所以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 有无限多个precondition 那我们要找一个最弱的 最弱的precondition 也可以 它可以反途这个条件的 wicked precondition 那应该是哪一个 b大于0 对不对 b大于0会是最弱的 如果b大于0的话 你看带进去 b 你只要在执行这段程式码之前 b大于0的话 那你 那你这个执行完之后呢 a一定是大于1 最弱的就是一个 最弱的就是一个 对 然后在我们这边的例子里面 我们都只考虑整数 我没有考虑那个浮点数 所以我们都是考虑整数的部分 所以最弱的就只会一个 因为有这么多个码 里面一定有一个最弱 就是我的条件 那为什么说b大于0比较弱 因为它的条件比较宽松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wicked precondition 指的就是说 它的条件是最宽松的 最不严格的 那你看b大于10的话 它条件是比较严格的 对吧 b大于10 它符合这个条件是不是比较少 那b大于0呢 我们这个条件呢 是不是会比这个来的多一点 因为它条件比较弱 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们叫wicked precondition 所以你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的precondition 会有无限多个 那我们通常就是要找一个最弱的 wicked precondition 好那接下来讲程式验证的过程 这个你们应该在之后上那个 林老师的软工的时候 就会 应该会再教一次这个东西 所以林主体老师 这是他的强项 所以软体工程 软体工程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写出 有一个部分就是教你做程式证明 证明你的程式是正确的 可以正确的执行出你所宣称的效果 那你要怎么证明给人家看 你说像微软3.5时就出一大堆的更新档 对不对 因为一大堆bug 一大堆漏洞 所以它的程式就是很多问题 那最后怎么 不然就是说我要强制你更新到windows 像这样 就是都做一些这种很过分的事情 windows 词一定也很多这种 其实我有装windows词啊 我觉得还不错用啊 好浓缠 对 不会有点拼后 对 好 那 那如果说今天 你说windows 它能不能证明说它都是bug3的 它说我这层绝对没有bug 你们都可以爱心的使用 以后不用再有那种更新 所谓再update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它的程式太复杂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证明 你就会发现这个证明真的是 不是 这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人来做是不可能的 如果搞不好可以让电脑去做 你看电脑现在那么聪明了 要电脑自己去证明它的程式是对的 好那我们看那个程式的验证 程式验证方法 程式验证方法 这边讲了六个步骤 好 第一个 程式的 程式的证明呢 一开始呢 就是从 它这个很奇怪 我们在程式在执行的过程中是 从第一行一直执行到最后一行 那你证明的时候是反过来 从最后一行开始 就是反 反 反推 反推回到第一行 只要你可以说明说 只要你可以说明说 你这个程式从第一行开始 第一行开始就是程式执行之前 它会有一个环境的设定 就是你的precondition 然后程式执行完之后 会有一个postcondition 就是你程式执行完后的结果 你要说明说这个结果 是正确的 你程式符合你的语意的话 证明的方法就是把它往回推 就有点像是倒推 你当初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执行下来的 你现在要证明它是正确的 你要把它往回推 一步一步往回推 可以推回到说它最原始的状态 从你原来的结果 回推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 那这样你的证明就完成了 这一段话就在讲一件事情 首先我们会先看一下这个 inference rule 就是推导推导的一些规则 A method of implementing the truth of one asser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values of another assertion 说真的我都不太懂它的英文在讲什么 这本书它的英文是非常的 很深 不知道你们看的感觉是怎样 你们有看吗 看一下那个课本 我这头影片基本上都是到那个课本上面 就是结录下来的 真的是很不好念 你们如果说跟先进代数的课本比起来 应该差很多了 你们也去看一下先进代数的课本吧 我们选的那本先进代数课本 算是浅浅易懂 那这本书呢 应该叫做深入浅出 他一开始就讲得很深 然后最后再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跟你说明 不过通常我们在深入的时候 就有1S在里面 他真的是讲得太繁琐太复杂了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方法 好 所以 这一般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样子的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样子的 陈述的方法 好 对啊 你不觉得英文感觉怪怪的 对啊 对啊 我们过来玩 就搞不清楚 他想这样子 好 这一般是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有 S1 S2 到SN S1到SN 它们都是叫所谓的 Statement 就是一些程式的 就是程式码 好 那如果说 你可以说 S1是True S2也是True 好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这样 一直到SN 都是True 那我就可以说 整个S 整个S啊 也都会是True 好 它所谓的叫做 imprint rule 那你要先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证明就是要 呃 我想证明就是很多 是一个一些数学的天才 他们去想出来一些 嗯 嗯 一些 非常聪明的方法 我 我小时候最讨厌就是证明记 因为证明记 我都是用背的 我绝对自己想不出来 要这样证明 所以 我觉得证明就是一些天才 他们想出来的 嗯 要去折磨你的头脑的 一些 一个 脑力训练的东西 这样 真的是非常聪明 那你 前面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定理啊 或者是 一些 好 这个你就先接受 好 不要去怀疑它的正确性 什么的 好 因为你要去说明它的正确性 要 可能要跟你的 逻辑 这个哲学啊 逻辑啊 又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了 我们就是去接受 对 然后说的就是对了 好 好 首先是accent accent accent 就是anaccent is a logic statement let it assume to be true 就是说 这个定 这个就是叫做定理 定理就是绝对对的 你绝对不要去怀疑它 它的正确性 我们假设它就是对 好 好 所以anaccent is an inference rule without an 好 好 不要怎么念 好 所以一个accent呢 就是一个influence rule 它没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 所谓的前色的那个条件 好 好 再来呢 所谓的assign 再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你的程式码里面有很多种 不同的形态 有的是assignment 那有的是 纯粹就是一个expression 那有时候可能会是if if then else 那有时候是while 有时候是for回圈 好 有些是控制的 有些是做assign 那assignment 是最常见的 在我们这种 imperative的这种程式码里面 最常见就是assignment 把一个计算式的计算结果 assign给一个变数 好 assignment 好 那assignment 如果说你遇到的程式码 是assignment 的话 它的precondition 呢 你就是注解 就写成这个样子 p等于q x到1 好 那这个刚好就是 你的assignment 是这样 x等于1 你的precondition 你的precondition 好还记得吧 前面讲的p 就是你的precondition 就会写成这个q q q是你的后设 后设的那个post condition 就写成这个样子 好 它规定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就没有什么 好 跟它变薄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 你看这个例子 这一段程式码 它的post condition 是这样 A 小于10 好 那我们要来算一下 我们来教大家算一下 怎么去算这个 它的wicked 的precondition 最弱的前摄条件 是什么 就是在执行这段程式码之前的 前摄条件 好 最弱的条件是什么 可以确保 我执行完这个程式码之后 会得到这个结果 我要做这些事情 那请问这个wicked precondition 要怎么算 好 这个关键就在这边 A等于B除以2-1 那它说它的后设条件 是A小于10 所以是不是就代表说 你看 A等于B除以2 2-1 然后同时 A又要小于10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个 要小于10 这一个东西 要小于10 对不对 好 所以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固分就好了 一像一下 没错 就是B 1 小于11 所以B要小于12 22 22就是 你最弱的precondition 你可以验证一下 如果B B要小于22 所以你看如果B B刚好等于22 这样会变多少 如果前色的条件 B是等于22的时候 再进去 变多少 变10了 所以A就等于10 那有符合这个条件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不符合 所以B一定要小于22 那我就设到21 如果B是21 如果B是21 21除以2 就是10 自动 自动就是把那个后面 那个点5 就去掉了 我们不讨论那种小部件 所以 如果B是21的话 除以2 就是10 10-1 9 A等于9 是不是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条件 符合这个后色条件 好 所以 最弱的precondition 就是这样 我们就都照课本上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都不考虑小数件 对 好 这样比较单纯 好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precondition wicked precondition 是B 小于22 那它的x呢 它的注解的写法 就写成这样 好 就是 x等于 x expression 等于expression 就是这个 然后这里的q呢 q就是这个 a小于10 那这个部分什么 就是原来那个p嘛 precondition嘛 precondition 我们就把它写成q的f 然后一个线头 然后 这样 就是它另外一种写法 把它把你的precondition 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precondition 在这个例子就是 b小于22 好 好 再来 因为这有个词叫做theory theory就是说 这个given的assignment statement with the precondition and postcondition can be considered a theory 如果说你这个statement 还有 不全这条件 还有或这条件 都给你的 那我们就说这个叫做pre 这个整个 整个东西叫做theory 好 那我们要正 就是说我们要去说明 这一个 这一个assignment的 accent 它可以根据你的post condition 产生的post condition 那你这个theory就是proof的 你就是证明的这个theory 好 举例来看 好 举例来看 像这个就叫做一个theory 就一个theory就是一个理论 那这个理论就是有 你有precondition 你有post condition 还有程式吗 整个就叫做一个theory 那我要去说这个theory 我要去证明 这整个theory是正确的 要怎么证明 就是 证明的方法就是 用刚才的方法就是 你就是把它 我们说过证明的话 是要从后面往前推 好 所以执行的时候是从前面 前面来执行 从前面这边执行 执行这个东西会得到这个结果 好 这是执行的时候的顺序 那在证明的时候就是要反过来 根据你的结果 我反逆向的 有点像逆向工程 逆回去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这个前面的precondition的结果 如果说你可以证明 你逆向工程回来之后 可以得到一样的这个precondition 那我就证明 成立 这个theory的证明就是成立的 是true的 好 所以呢 你要去证明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 你就是用刚才所教的那个技巧 把它往回推嘛 你现在是x大于0 你把它往回推 看看可不可以得到x大于3 好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x等于x-3 那x要大于0 那x要大于0 所以x应该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x就要大于3 对不对 好 这个就 你就是x-3要大于0 所以x是大于3的 那x大于3 这是你往 就是你从post condition 往回推的结果 得到x大于3 得到x大于3 刚好跟你一开始所设定的precondition 是一模一样的嘛 好 所以你就得证 你就证明了这一个theory是true 好 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情况 好 刚才我们有说 我们要证明这个 我们想要证明这个statement 这个theory 好 我们就是往回推嘛 好 我们刚刚推的结果是什么 x大于3 大于3 就跟这一样吗 不一样 那这样子有得证吗 好 这个就要用到另外一个定义了 对 这个也是有 有得证 但是跟你推的结果不一样 你推出来叫做最弱的 最弱的那个条件 但是你现在 他给你的这个 他给你的这个precondition 是x大于5 跟你推出来的那个 最弱的precondition 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时候 要再继续证明下去 说他们两个 是 是可以 你要可以证明下去的话 你就要用到另外一个定义 叫做 rule of consequence 好 rule of consequence 呢 他的 写法是这样子的 好 你given这个theory 就是有precondition 有这个statement 还有你的post condition 而且呢 你的p' 可以implyp 这个代表imply 就是p'如果成立的话 p也会成立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来一个逗点 and 这个逗点都是and的意思 就是都要同时成立 而且呢 q 成立的话 q'也会成立 好 如果你可以发现这些关系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theory 改写 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p' q' 这个 这个也会 就是如果上面的这个几个条件都成立的话 那下面 这条线的下面这些也就会成立 就是上面是true 那下面也会是true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law of consequence 好 来看一下刚才的例子怎么用这个规则来解决 好 怎么来证明这个 好 证明的方法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套用这个 rule of consequence 好 我们来怎么套呢 你就立 所以 这里 p得给x x大于5 q 是 x大于5 好 就这样子 就把它套进去就是 好 在我们这个例子啊 就立 你的p呢 就是 x大于5 好 你的q呢 就是 x大于 好 我杀 好 再来 那 p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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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x大於1 就其實不變了 就做這樣的設定就好了 接下來就帶到這個公式 帶到這個式 我們先看前面的這個 有沒有都成立 我們先看第一個 p 我會寫在這邊 p就是x大於3 這樣我們就一直p還上去 這裡p就是我這邊寫的 x大於3 所以就把x大於3 然後再來x呢 就是那個程式碼 x等於x等於3 然後q呢 就是x大於3 好 這個是做我們 這個是成立的 對不對 這個成立啊 因為我們 我們只要是講 只要把它往回推 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這是成立的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再來看第二個 p prime p prime p prime 我們剛才定義成的 p prime是x大於5 好 所以這邊 x大於5 有沒有 p prime 這邊p換成x大於5 然後p呢 就是x大於3 好 x大於5的話 是不是就imply x大於3 沒錯吧 x大於5 它就一定x就是大於3 所以這imply的意思 就是這個成立 x大於5成立 那x大於5 一定有成立 好 所以後面的再來 q imply q prime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x大於0 imply x大於0 這是 這裡沒有問題 好 所以上面這三個都成立啊 三個都是true 第一個 就這一個是true的 我們剛才已經證明出來了 好 它的最弱條件就是這個 好 這個沒有問題 p prime implyp 好 所以這也是成立的 再來 q imply 好 所以 那這三個既然都是true的話 那下面這個也會是true 也會是成立的 所以你的p prime s q prime 也會是true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p prime 就是什麼 f大於5 然後 s 就是x等x-3 q prime就是x 小於 大於5 所以這也會成立 那這個成立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題目所要求的 這就是題目所要求的東西 這就是題目所要求的東西 好 所以整個定理 就是true的 是成立的 我們就證明完畢 好 聽得懂嗎 好 這個叫rule of consequences 就是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需要再講一次嗎 好 那我們 我們來說 這個rule of consequences 它就是 它的原則就是你先證明上面的這些都成立 那下面的就是成立 那下面的就是成立 就是這條分隔線 也就是說你上面的成立 那下面的也就是成立 下面的也就是成立 下面的不用能整 就是你只要證明這些上面的這些條件成立 那下面就一定會成立 這也是pride的意思 你只要證明這些都成立 下面就一定成立 OK 就是下面是結果 OK 就是你證明了這上面的這些成立之後 你就會得到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這一個也會成立 這個結論 好 所以 在rule of consequences呢 它 你要去證明說 像這樣這個例子啊 它是 它是true的 它是成立的 好 那 因為我們剛才這邊有講過 說你直接把它 把它從這個post condition的往回推 得到的結果是 x大於3 跟 現在題目給我們的這個 x大於5 不一樣 你如果兩個不一樣的話 你能夠說 你就不太肯定了 哇 這樣子真的有成立嗎 你不太確定了 所以我們才要再多加這個規則 來說明說 即便你x大於5 那還是符合 還是符合我的那個條件 這個整個定型還是成立的 好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用這個 因為原來一開始是 這樣子 原來是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的話 我們就直接往回推嘛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說怎麼推到的結果 這個x等於x-3 你就令它大於0 因為這是穩厚色條件 那你這樣稍微影響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x大於3 跟 題目給的 這個是題目給定的 題目給的那個條件 然後我們自己往回推 得到的這個條件 跟題目給的條件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自己往回推的結果 我再說一次 你要去證明它是對的 證明的方法 就是 我給你這些條件 我給你這樣的一個theorem 給你這樣的條件 p s 跟q 你要證明它是對的 你就是把q 往回推 如果它跟 往回推的結果 跟s 是一樣的 那這樣就得證了 這個就是我們證明的方法 好 所以你要去證明這個 你的證法就是 你只要看你的程式碼 跟你的後色條件 把它往回推 得到的結果 x大於3 跟題目給的 是一樣的 那就得證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證法 所以這題很簡單 就可以這樣證出來 可是呢 下一個題目呢 它就不行了 下一個題目的話 好 要你證明這一個 題目給你是這樣 要你去證明 那我們的做法還是一樣 我們說 我們先從它往回推 往回推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f大於3 那題目給的是什麼 x大於5 兩個不一樣 所以你就證不下去了 好 我們不應該停在這個地方 它有另外一個規則叫做 Rul of Consequence 可以用 你要把這個規則套進去 讓這個證可以繼續下去 好 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 Rul of Consequence 好 在 它的做法 它的規則就是這樣 好 所以你就把這個規則呢 弄上去 好 再證明一次 看怎麼證 好 一樣嘛 在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定 p p等於 這個規則 x大於3 這個p怎麼來 p就是其實我們自己先偷偷算出來的 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 這個例子 你這樣往回推的時候 x的墜落條件是什麼 就是x大於3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p 其實就是你的墜落條件 墜落的p condition 所以我們這邊p呢 就設成x大於3 這個x大於3怎麼來 就是你自己推出來的 從這個往回推 得到的結果 x大於3 那 q呢 q把它設定成就是x大於0 好 接下來你再設定p plus p plus 在這個例子 我們就設成 這一個 x大於5 這個代數 你自己要去設定 你自己要去了解說這個證明的特性 去做合適的設定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設 因為這樣設 剛好就可以證明出來 好 我們這樣的設定是 有它的苦心在的 是很巧妙的 你只要這樣做設定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好 所以呢我們就 p就這樣設定 q 好 然後再p plus 我們這邊比較特別就是p plus p plus p把它設定成什麼 好 你題目給的是一個 題目給的是x大於5 所以在這裡面p plus 設定成x大於5 好 你這些p plus 還有p plus p plus 都設定好之後 你就把它帶進去 帶到這個規則裡面 好 你就會得到下面這個 這個結果 就是上面這個部分 p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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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我們剛才所設定的這些 都倒的再進去 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好 x大於3 x等於x-3 x大於1 x大於5 x大於5 imprise x大於3 好 等等 你就把它倒的寫上去 然後去驗證 每個逗點的 每個部分是不是都成立 這個都是true的 好你看 這個是不是true的 這是true的嘛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這是最簡單的 好 再來 第二個部分呢 x大於5 是不是就可以說明 x一定大於3 對嗎 所以這個也是true 好 所以這也是true 再來後面這個呢 x大於0 是不是imprise x大於0 也沒錯嘛 好 所以這個也是true 既然所有條件都是true了 你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個也是true 這也是true 這也是true 所以這下面這個 結論就是這個一定也是true 好 那這個 你就可以得到最後這個 這個 s大於5 就是這個p prom 然後p prom 就是x大於5 這個不就是題目 要我去證明的嗎 一模一樣的東西嗎 這樣就得正了 好 有點迂迴啊 但是 當你的題目給的就是 沒有那麼正巧 沒有那麼剛好 就是 就是你可以用wikis wi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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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tondation能夠算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用這種 迂迴的方法 透過這個 rule of consequence 把它 得正 證明出來 好 所以是蠻繁瑣的 但是這樣的證明 才是一個很嚴謹的過程 好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體會一下 證明這個題目本 證明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呃 需要花點時間去體會啊 以前我們國中在 考來證明 就不用倍的 就是十倍 好 那 那現在到了大學 大家 理解能力 太數的能力都比較強了 理解能力比較強 應該可以試著去體會 原來為什麼要這樣證明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 叫sequence 這個很簡單 sequence就是說 你看我有p1 s1p2 s1就是你的第一個程式碼 好 然後p2 就你看這個p2啊 它就是 s1 s2就是兩段程式碼 然後這兩段程式碼 各自有他們的precondition 跟postcondition 好 所以你看 當我在執行 一開始是p1 然後執行完s1之後 就可以得到p2 那p2呢 這個會是s2的precondition 再執行完s2之後 就得到p3 好 這樣子的一段程式碼 一段一段程式碼 然後每段程式碼 都有他自己的precondition 還有postcondition 好 那你就可以有下面的這個叫做 rule for sequence 只要p1 s1p2 是true的 然後p2 s2p3 也是true的 你都已經證明他們是true的 那我就可以得到p1 s1 s2p3 會是true的 這有點像叫做連鎖 連鎖的 連鎖的效果 那寫的話 它的註解 就是符號的寫法 會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從這個例子上可以看得到 我有兩個程式碼 兩段程式碼 第一個程式碼是s1的e1 s2的e2 那他們的關係就會寫成這樣 你先證明 你可以證明說 從p3 反推回去 因為我們要證明的是從後面 後面證回去 從後面 從這個先證 再證這個 這樣一直往回證回去 執行的時候是照這個順序 s1 再來s2 這樣順序 可是證明的時候是反過來 從s2先證明 證明正確之後再證明s1 這樣一直往回證 記得喔 我們那個順序是導過來的喔 那這種導過來的這種證明 那就是 它的寫法 你可以看到就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 不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看例子比較重要 我們看這個 這個case 今天我有這兩行程式碼 好 那它的postcondition是x 小於10 所以 可以往回推回去嗎 你可以推回去說 在這一個最上面 在執行第一個程式碼 之前的condition 應該是多少 你要推的方法就是一個一個往前推 好 所以你先把f小於10 這個往前推 好 所以呢 我的順序是這樣子 f 等於y加3 y等於3x加1 好 那我告訴你它的 它的postcondition是x小於10 所以請問這個應該是什麼 所以請問這個應該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推 推一下 這個往回推嘛 所以這個是要做 這要小於10 對不對 往回推 所以這樣得到什麼 好 s要 s要 小於 不是s小於10 是 所以這邊應該是y要小於7 對不對 然後y小於7再往回推 應該是什麼 這個要小於7 對不對 再往回推 是什麼 這應該s 對吧 小於2 好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要做這個 好 下課囉 好